亲王借口给女王整衣领 出气不意地亲吻她脖子 温热的触感令女王挑眉 不久后女王从床上醒来 看见帅气的丈夫菲利普 已经换下严肃的皇家制服 只穿着一件休闲的白汉衫 再放扭来扭去做热身动作 准备和妻子来敞婚后热恋 修得路过的侍从都红了脸 慌乱扭头拒绝吃女王狗娘 然而这是男人心虚的表现 可惜女王不懂得这些套路 依旧沉浸在丈夫的惊喜中 她为了表现小女人的一面 提笔写了一封秘密小纸条 准备在菲利普临出发之时 悄悄塞进常用的手提包中 给丈夫也来个意外的惊喜 没想到竟有惊吓在等着她 女王将礼物都倾放进去后 拿起了一块椭圆形的相册 女王在下一秒就瞳孔地震 里面的人既不是自己 也不他们两个的孩子 竟然是一个漂亮女人 一个陌生的漂亮女人 伊丽莎白的心瞬间凉了 备受打击的鞋靠在门上 眨巴着眼睛平复心